兄弟们,最近我们这里洪水患难 下了好长一段的雨 然后长到这个洪水啊,把房屋都冲垮了 今年的这个洪水要比王纪连大了很多 半个小时前,我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个房屋倒塌了 半个小时之后就接到东京的电话 说他这个厂房垮了,让我们提前过来看一看 等这个雨停了,水消了,就过来抢修 当时房屋倒塌的时候,好在里面没有人 只是厂房里面的这个喘车,还有这个车子啊,稍微有点损伤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这个雨也停了,水也消下去了 我们就过来把洪机开过去干活 洪机在这里停了好久了,这个斗都已经生锈了 这也是洪水之后啊,我们接的第一个活 确切的说,洪水过后,我们总共接到了四个活 只是这个活啊,比较急,我们就先来干这个活 其他的几树活啊,都是轻轻扬钩啊,修修路,不是很急 这个场地之前堆放了一些石子 这个房子倒下来之后,这个瓦块了,就全部在这个石子上面了 我们先把表面上的这些瓦块给他收出来 这个石子到时候啊,用来打薄坎用 前面这个木材压到一堆了,然后他们人工盘不动 我们就用挖机给他哈到一边去 前面的那个棚子上面呢,还有一些木材 这个人工不好去,就让我们挖机来挖 我在挖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木材上面绑了一个钢丝 绑到这个柱子上面的 我们一挖这个木材,这个柱子就在动 然后就喊了一个人工上去,把这个钢丝给他锯掉 钢丝锯掉之后,我们就用斗贝顶着这个木材 先把这个木材给他放下来 在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两边的这个柱子啊,都不是很牢固 稍微用力一带,这个柱子可能就会倒下来 一倒了之后啊,前面这个棚子也会倒下来 这样多加的损失就更大了 木材清理完后 我们把里面的这些瓦块多的给他收集到一堆 给他收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边上的这个石子给他挖到这个里面去 因为外边到时候我们要下去挖保坎基础 不然到时候这个石子啊,很容易就会掉下去 这个都是用钱买来的 这边上塌了方,然后也掉下去了很多石子 但是掉下去的就没办法了 在上面呢,我们尽量啊,给他挖到里面来 第二个呀,就是我们把外面腾出来之后啊 后期我们往里面倒混地图的时候啊,也要好干活一点 石子清理完之后 这个下方塌方的位置,有一根电线压到下面了 我们先把表面上的这些石头块给他挖开 挖开了,先把这个电线啊,给他掏出来 然后我们把挖机开下来,开始清理这个塌方 在清理这个塌方的时候,这个下面还有很多好东西 像什么钢丝笋啊,水管啊,电线啊 像这些还有用的呀,我们就给他挖到里面去 让人工捡走 这些不要的渣子啊,就直接往外面甩 前面这个围墙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这个墙啊,都已经斜着,看着呀,好像也要塌下去 但是目前呢,为了把这个损失降低 东家打算呢,从这个位置啊,重新倒个柱子起来 把它保住 这个墙啊,还有这个柱子就不拆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干活的时候啊 尽量就不要在这个墙下面去干活了 在清这个渣子的时候 东家说我们这个斗有点小,挖的太慢 然后就让我们放个头,从这边开始清理 然后他就把他的小喘车开过来 我们挖机负责把里面的这些石头给他清出来 然后边上的这些渣子啊,就让喘车来喘 这样一配合确实快了很多呀 路上的渣子清理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挖这个基础槽了 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基础槽要挖的比这个路稍微深一点 但是东家说不需要挖这么深 是因为这个坎子下面这一层之前是用石头去起来的 上面这一层就是去的砖 然后这个红薯一来,把里面的这个泥巴泡溪了 就把这个墙撑垮了 虽然这个墙倒了 但是下面这个地基还是挺牢固的 我们只需要把下面的这个石头给他清理出来 到时候他能自磨就行了 一转眼的功夫 他们工人把这个磨知道差不多了 只是现在还没有架构 没架构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多的材料来架构 然后就让我们把挖机开下来 把之前挖出去的这个渣子又给他挖进来 把这个模板给他抵住 这样就不需要其他材料来架构了 在对这个模板的时候 我们顺便把边上的这个路也给他收出来 这个地方到时候有车子经过 不然到时候又喊挖机过来清理路 挺麻烦的 然后我们把挖机开上来 准备开始搬混几土了 这个沙在前面的这个角落里面 我们把石子铺好了之后 就把这个沙子一抖一抖的挖过来 东京大概算了一下 这个宝坎大概要用个六七方的分地图 我们把这个沙子挖好了之后 就直接把这个水泥加均去 东京的意思 一方沙子加七包水泥 然后这一点呢 我们总共就加了四十多包水泥 水泥加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一堆沙子来回的搅拌 直到搅拌出来 看不到明显的水泥灰就行了 老铁们 你们看前方 其实这个位置啊 以前是一个搅拌站 只是这次洪水过后啊 这个搅拌站冲垮了 然后啊又没有电 所以啊就和我们挖机来搬混地图 干料搬好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加水 加完水之后 再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了之后啊 就直接把这些混地图挖进去 这个宝坎东京的打算 只倒一板起来 上面呢还是用砖给它去起来 这样啊也能节省一点 所以啊 今天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混地图给它倒好 倒好了之后 我们挖机就没活干了 等后期再来回田 好了兄弟们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感谢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